霍金生前 曾多次劝告中国关闭天眼 究竟它在害怕什么 是担心受到外星人的攻击 2016年7月3日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又称天眼的最后一块反射面单元成功吊装 这标志着FAS主体工程完成比例达到100% 在经过反复确认无余后 于9月25日 在贵州省平堂县的喀斯特洼坑中若城 并开始正式启用 天眼的启用对我国航空事业来说意义重大 它可以重现宇宙不同时期的图像 探测信号最弱的脉冲星 在运行几年间它就通过这独一无二的技能 发现了大约300颗脉冲星 极大拓展了人类观察宇宙视野的极限 未来它还有望在纳赫兹引力波这方面 取得重大突破 世纪巨人提出反对意见 天眼的顺利运行 引起了一大批科普迷的关注 他们纷纷写信要求天眼方案提出者 对他们的疑问进行答疑 为此 作为天眼提出者之一的 FAES首席科学家李蒂 在上海科技馆举办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科普大讲坛 在讲坛向上海的科普迷们 详细地结束了天眼的故事 激动之于他表示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让全人类看得更远 中国天眼的开放是一个必然 距离科普讲坛结束的一周后 一条宣传关闭天眼的文章被顶上了新闻头条 这条文章出自物理学家霍金之口 提起霍金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他是纪爱因斯坦后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 当之无愧的宇宙之王 他曾经提出过四个预言 其中两个已被证实 有了这个前提 人们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霍金在得知中国建设天眼后 多次写信劝阻我国关闭天眼 在霍金的信中 以非常严肃的口吻 陈述了关闭天眼的重要性 那天眼到底有什么坏处 让这位世纪巨人如此惊慌失措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天眼的建造原理 天眼学名500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 是目前全球最大 也是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它的直径超过五个足球场 和普通望远镜一样 主要用于天文观测 在天眼周边还设立了电磁波宁镜保护区 它与普通望远镜 唯一不同的点就是它的观测范围更加广泛 而且准确度是非常高的 它的观测能力比起著名的哈雷望远镜 要强上几百倍 主要作用是为了提高空间的测控能力和探测太空信号 同时它还可以像雷达一样提前预测外敌的入侵 为安防提供保障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作用都是非常积极的 也是未来外空观测设备必须具备的 如此积极的作用 霍金为什么会担心呢 原来在这众多的作用中 有一项是天眼可以向宇宙中发送信号 霍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他认为太空中生存着一些比人类更高级的生物 这些发送出去的信号可能会被他们收到 外来物种好坏不知 如果他们通过发出的信号来攻击地球 地球可能会毁于一旦 地球人冒不起这样的险 担心受到外星人的攻击 霍金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霍金探索宇宙这么多年里 始终无法确定宇宙外是否存在高等文明 无法确定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这并不代表外太空就没有高等文明 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如今的科技水平 还不足以探索到高等文明 高等文明也还没有发现地球的位置 所以这么多年 地球人与其他生物才能相安无事 一旦外来物种发现我们的存在 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占领我们的星球 坚信宇宙中有外星人的不是只有霍金 伊利诺伊州费米加速器 国家实验室的詹姆斯·安尼斯博士也曾说过 地球上之所以还没有外星人 是因为他们在有可能到达地球之前 就被伽马射线杀死了 在科学之外 关于外星人的报道在近几百年内 也是屡见不鲜 我们在网络上搜索外星人就可以很轻易地看见 各种记录外星人样貌的作品和录像 在现实中也有很多人自称见过外星人 在他们口中 外星人个子矮小 脑袋圆大 嘴巴窄长 身穿紧身衣 看起来非常奇怪 人们经常看的科幻片里 也时常有他们的身影 在这些作品里 外星人一般是邪恶的代表 他们在深夜时分出没 一道光线射过来 被照到的物体纷纷消失不见 以人类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 但实际真的如此吗 如今能确定是否有外星人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无线电讯号 与他们建立联系 而建立联系的前提 就要了解哪些行星满足适合生物存活的条件 再一一筛选 在科普书中我们发现 智慧生物的诞生要求非常严格 它要求生物存活的行星 必须围绕着一颗能够稳定发光发热50亿年的恒星周转 并且这颗恒星的质量还不能太大 大质量恒星的热核反应只能维持几百万年 这对于漫长的生命进化来说根本不够 就拿地球来说 太阳就是地球生物赖以生存的恒星 在整个银河系中 像太阳这样的恒星约有一千亿颗 而在这些恒星周围符合生物生存条件的行星 也有一百万颗 按理来说一颗颗筛选一定可以得出最后的结论 但遗憾的是 我们如今的科技还不足于支撑我们去探索这些恒星 而且就算我们在接下来的一百万年内 不停顿地向这一百万颗行星发送强有力的无线电讯号 外星人要接收到并且给出回应也需要9200年 人类发展到如此也不过只有几千年 要我们拿出几千年去继续监听外星人 这根本就是徒劳无功之举 客观看待天眼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 就算天眼发送信号 外星人接收也是需要时间的 更何况宇宙这么辽阔 天眼发出的讯息在传播中会不断地被削弱 外星球的高等文明 拦截讯息的概率非常小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 毕竟外太空存在着太多人类兼听不到的范围 就像霍金提出的黑洞理论 在这之前谁也不知道宇宙中 还有这种物质的存在 霍金刚刚提出的时候 质疑者很多 可随着科技的发展 科研人员惊奇地发现 这种物质不仅存在 还与霍金提到的一些细节如出一辙 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 霍金并没有直接观测到这种物质 只是通过一些科研数据分析出来的 小杰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对于前辈的话 我们还是要虚心接受的 霍金的害怕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担忧 即使身在轮易 它还是心记着人民心系科研 这种身残之间的精神让人敬佩 我们要虚心学习前辈的探索精神 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一批又一批的霍金 将那些前辈未经证实的理论 一个个证实出来 辽阔的宇宙中藏着许许多多的秘密 我们在探索的同时 也要谨言慎行 不能盲目猜忌 就拿外星人毁灭地球一说 谁也不知道外星人是什么模样 但刻板印象里觉得他们就是邪恶的存在 我们要用科学验证科学 而不是用谣言验证谣言 来源 清风见识网易号 视频 不一样的电视台和导电视HOTV